我叫鄭當騰 介紹一下我們台北醫學大學有哪些特色 他座落在台北市的 金地段信義區 你只要在台北醫學大學的幾乎每一個角落 你只要抬頭一眼一仰望 就可以看到我們101大樓 我們只要在A的頂樓 就可以直接看到101大樓的煙火 而且還非常的清楚 占地總共是7公頃左右 我們只要慢慢的走 在開始上課時間也會到那些教室 我們學校幾乎每一個科系 每一堂課都不會點名 還有100個社團 可以透過這100個社團 去接觸到各種不一樣的東西 除了社團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課 叫做人文反思課 來教導我們一些做人的價值觀 刺激我們思考 介紹一下我們藥學系有哪些特色 我們藥學系是考驗記憶的科系 我們有備不管的藥物 要備的藥物是以籤來計算 藥學系根本就是化學系 化學相關的東西是我們的基礎 課程有普通化學 分析化學 有機化學 跟生物化學 還有物理化學 還有藥物化學等等 你看 全部都是化學 很多人對藥學系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 認為我們只是一個會包藥的藥技師 我們有做的工作 還有非常非常的多 門診藥學的部分 藥師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調劑 核對醫師的處方 給醫生做把關的動作 比較進階的調劑 兒科抹粉 除了吸藥之外 我們還有牽扯到中藥的部分 另外一個臨床藥室照護 跟著醫生去查房 然後給醫生做藥物上的建議 藥學系有什麼課程 大一到大四 總共有156個學分 首先是必修課程 普通生物學 解剖學 生理學 應理學 藥理學 藥劑學 生物藥劑學 生藥學 BBBB 再來我們講一下選修課程的部分 包含了中藥課程 然後再來還有實驗課程 問題導向是學習 藥物是經濟學 資料工程 長期照護化妝品學 藥物流行病學 藥物業實習 跟國際交換等等 非常非常的忙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制度 共同筆記制度 這有點像是我們 共同一起來念藥學系 就是大家一起讀書的一個概念 而這個筆記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就是靠這個筆在過活的 藥學系有那麼多必修課程 所以說你有那麼多書要讀 大學讀的書 正常來講都是原文書 厚厚的一本 你怎麼可能讀得完 所以你就必須要靠這個制度 大家一起來念書 一起來做筆記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印象比較深刻的課 我想介紹的就是生物藥劑學 唯一其他科系沒有修 就只有我們藥學系有修的 另外稱呼它叫做藥物動力學 上課就是我們要去探討說 藥物在人體是怎麼樣作用的 它在人體之中 它怎麼樣吸收 怎麼樣就是分佈在我們身體裡面的 各個組織裡面 去達到作用 再來呢就是怎麼代謝跟排除 離開我們身體 然後降低這個藥物的毒性 我們藥學系是進可工 退可手的科系 我們就業的部分 可以選擇的地方有很多 比方說醫院還有公職 跟醫藥相關領域的 公家單位 你都可以去透過高補考去考上 然後去那邊工作 還有藥局 深入社區做基層藥室服務 還有診所 你可以調節到的藥物就只有 那個科別會開的藥物 點就是能夠讓你快速的累積資金 以及藥廠 通常我們第一個關鍵就是 我們會去做業務員 還有其他工作是我們藥師可以介入的 比方說像CRA 所謂的臨床試驗專員 藥廠在開發出一個藥物之後 這個藥物必須要在人體上做臨床試驗 除此之外呢 還有行銷部門 你一定要勇敢把握每次機會 大膽的衝動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然後去探索自己的人生